走了 走了 再走了 安森尼说他喜欢中国学校 他不想回到美国学校 姥姥听说他的外甥被邀请到中国的学校 也可兴奋 大早上起来 快点起来了 安森尼 姥姥去给你买吃的 买了这个粥 我还买了肉包子 7点45 从家里出发 五分钟都到学校了 大早不说话 看不见 安森尼 少掉讲了讲课 好 别怕 别紧张 这个牛爷起床了 他跟我说 妈妈我也想去中国的学校 我去上学 你想去吗 乖乖 想去啊 放幼儿园吧 长得就麻烦一次吗 有时候也很可以 这个小朋友比你一样大的 可以吗 好了 好 那等一下我没吃过饭 你能吃到幼儿园 好吗 好 这个去工具 然后你去幼儿园 儿子已经等不及了 妈妈我们赶快走吧 现在已经7点40了 开这个小电动车五分钟就到了乖 你鞋带系好了 我们准备走 然后开的时候你按两下这个 一下一下就开了 然后再按一下这个 就可以前进了 你终不终啊乖叫妈妈开出单子呢 可多吃这一路乖 猫神的上去吧 你走前面 妈 好 好 走 学校的环境还挺好的 走了走了 回到家了 宝宝妞也留到那儿了 但是我妈妈我也想在这儿待着 不想回来 不想回来就不想回来吧 小妹妹的好朋友说 她说姐 万一宝宝妞要是想走了 我就给你打电话 我就说好 刚刚又打了一个电话说 在这儿可乖了 然后呢还跟小朋友在那儿说话 还跟小妹妹的朋友在一起 在她办公室 你就在那儿待着吧 我们等一会儿去接她们的时候 采访采访 俩孩子在中国的学校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感 好了 咱等着孩子 等着两个孩子回来 采访采访她们 这个宝宝妞想妈妈了 给她接回来了 来妈妈采访你一下 在学校怎么样啊乖 谈一下你的感受 谈一下你的感受 谈一下阿姨 她谈了更多 哦 因为你的小孩子 他们是中学生 可能他们谈了更多 你还想去啦 还想回去 今天不行啦 今天那个阿姨很忙 我们明天再回去跟哥哥 你跟哥哥你们两个一起 好不好 可以让舅妈给你送到那个 那个幼儿园 幼儿园里去感受一下 那都是小朋友 the same your age ok 小妹妹的朋友打电话说 姐那个宝宝就想你了 我就赶快去给她接回来了 正好是离弟弟的饭店没多远 我就顺便拐到这儿 就等着儿子吧 看看儿子 回到家是啥体验感 这是你小朋友 欢迎回到家 妈妈想给你做一个专题采访 来吧 你可以说一下 在中国的学校里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感 阿姨已经给我发了信息 说你在学校表现得非常好 妈妈想听听你的感受 好不好 ok 好 I think it was amazing amazing I think the school is really big and really fun there's a lot of kids there yeah i talk to the class yeah i teach them a little bit english yeah and this is pretty fun wow 谢谢 谢谢 那妈妈再问一下 明天如果让你再去的话 你还愿意去吗 yes 还愿意去啊 好的 然后阿姨还告诉我 在学校还跑了操 you are running you are running you are running with a student good 太棒了乖乖 给妈妈拍five five yeah 谢谢我的乖儿子 哥哥哥画了个名字 这样已经不好了 你天天是个幸福的小可爱啊 你啊 啊 你俩哥哥有个姐姐啊 他可享受这个过程 你看 他喜欢中国学校 他喜欢中国学校 他不想回来 美国学校 yeah he still go to tomorrow he's so excited about go to Chinese school yeah yeah maybe when you come back you can go to school too you can be a teacher be a English teacher 看儿子 还有宝宝妞 还有咱的侄子 都这么乖今天 所以 大姑妈 带着这三个乖孩子 出来吃饭 是吧乖乖 这几个小孩都特别喜欢吃羊肉串 是不是乖 刚刚小妹妹的好朋友 又打了一个电话说 姐明天可以让孩子 你持续来学校上课 说不用来那么早 说十点就行 所以明天继续给儿子送到学校去 那个小妹妹的好朋友 还录了一些素材视频 但是这个视频 因为关于很多孩子在里边 所以学校要经过审核一下 才能决定能不能发到网上来 因为咱不是说就拍了个人 还有很多小朋友 咱要尊重别人是吧 我说行 这个没有关系 然后明天 让Anthony去 跟几个小朋友 学咱们的国画 还有一节课是历史课 另外一节课就是安排 Anthony跟几个小朋友 在一起互动一下 就是英语课 挺好的 先不说 儿子有没有在学校找到女朋友 在这儿咱爸最关心的问题 我说等他回来 也让他去中学去体验一下生活 也给他们讲一节英文课 他说行 等我回去吧 好了 我现在陪几个孩子们吃点饭 跟他们聊会儿天 谈谈心 拜拜 拜拜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朋友们 好拜拜 也祝你们开心快乐每一天